诶 妈 石小殿这儿是不是有个疤呀 就是我陪她去买礼服看见的 但我没看清 对 你姐姐啊设有条疤就在这儿 这地方有一道很深的 什么人弄的呀 大概是十五六岁 那时候啊 她老跟前厨出去 有一天小妮回来特别难受的样子 我就问她怎么了 她就跟我说是给热锅又给烫的 当时我好紧张 我马上把她衣服打开一看 都化浓了 所以我就带她到医院里去治疗了 进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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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了 吩咐厨房的人 把剩下的饭都保鲜 保持这种覆盖 给施小年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晚上要用 都准备好了 小老板 该死的空了 累死我了 下一步准备再研发一步更加先进 没想到 这个男人脾气那么丑 还真工作起来的样子 还是挺帅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是哪儿啊 不是 不是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既然施小姐醒了 那待会儿就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带她去梳洗打扮 好 小老板 谁要熟洗打扮啊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啊 再不去打扮 马上就要到日记岛了 不行 我不会去 你快放我出去 我不能去那儿 你听见没呀 女生 放我出去 四季师傅 四季师傅 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保持点 不能去哪儿 我不能去哪儿 累了 喂 金初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我一会退到 对了 小迪 那件订婚店里的礼服 你为什么要退掉啊 不喜欢吗 那件礼服是漏奸的 我肩上有巴马 穿上不好看 我可不想在来宾面前 跟你丢脸 那行 我灵溪让他们换一架 做一件不漏肩的 好不好 千初 你对我真好 只要你开心 怎么样都好 我一会儿就去见你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